近期,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预报,夺地出现高温天气。 据集预测,5月24至25号,中国华北东部、辽宁西部和北部、吉林西部、山东半岛、江苏西部、云南北部等地将出现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。 其中,内蒙古东南部、辽宁西部、山东半岛北部、云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达37到39摄氏度,局地超过40摄氏度。 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,高温津贴发放也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。 根据2012年修订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,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,从事室外露天作业, 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,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。 记者注意到,今年一些省份在原基础上上调了本地高温津贴标准。 5月21号,上海人社部门宣布,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每月200元调整为每月300元, 执行时间为每年6月1号至9月30号,共计4个月。 福建也明确,今年5月份应当按实际高温天数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, 6至9月份应当按月或按实际高温天数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。 这其中,按月即发的每人每月260元,按天即发的每人每天12元。 安徽则是在去年8月将高温津贴标准由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0元, 调整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。 为了防止高温津贴被磕口,各地也都出台了具体的保障政策, 防止高温津贴成为纸上清凉。 例如,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, 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, 或者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贴的, 由限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, 逾期未改正的除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,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广东也明确,需发放高温津贴但用人单位没有发放的, 将面临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所规定的处罚, 即由限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 急于补发,逾期未改正的除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 此外,不少省份相关规定中也明确提出, 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津贴增加而降低劳动者工资, 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, 绿豆汤等结束饮料不能重抵高温津贴。 包括湖北在内的多省份还强调, 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支付劳动者高温津贴, 劳动者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。